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我们接着来修一个不一样的充电器 这是一个锂电池的充电器 上期视频给大家说过 我们来找一下持续供电R2 持续给正道芯片提供供电的这种电路 我来给大家简单画个草图 那么其实一般的话 我们这个开关变压器 我们只画初级扰主 这个初级扰主 大家知道这边是接开关管的 这边是接开关管 那么这个位置是正311伏进来 那么这边就是次级输出的 那么其实它这边还有一个扰主 也算是次级 只是说它在这个初级侧 那么这里通常有一个 这边接地 通常这里有一个二级管 有一个二级管整流 通常这里有的还有电阻线流 那么整流之后再进行滤波 再提供给这个电源芯片 那么这个启动电阻 它也是通过这个线路 一直接到这里的 一般的是这种电阻 当然有特别的电路 这个启动电阻 专门接到这个软启动 接到这个芯片的一个软启动桨 那么我们现在查的 就要查这一块电阻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这个变压器的初级 是否有两个扰主 一个主扰主我们可以找出来 另外一个副扰主的话 它是不是有一个电阻 二级管滤波电容 直接之后送到这个芯片的 我们通过这个形式 我们去找一下这个电路上的实际元件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时候说 修这个电路板要图纸 其实有些这种典型的电路图 我们做到这个心中有图就行了 因为这个大同小异 不可能是每一种电路都去有图纸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个开关变压器 大家看这个开关变压器明显这边有四个角 那么就是两个扰主 那么这个是300伏电容这里过来 这是两个开关管 这个开关管我们先不管它是怎么接的 那么接到这个形式说明 这个形式是主扰主 我们用这个风鸣档来测量一下 大家应该可以听到这个万语表的风鸣声 证明这是一个扰主 你看这个是不同的 证明这是一个扰主 那么我们就测量一下 这个扰主我们跟着它走 因为它这个扰主的话 一个就是D 一个就是接个2G管输出 整流滤波的 你看刚好这里有个电容 但是我们看这里有两个电阻 它肯定不是通过这两个电阻 这两个电阻是10欧 两个电阻是10欧并年的 100是10欧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这个走线 直接走到这边来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是 这两个扰主是输出这个持续供电电压的 那么我们现在通电来测一下 这里有没有这个电压 我们直接达到直流档 我们现在来通电 我们通电来测一下 这边是伏极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持续供电电压是没有的 没有这个持续的供电电压 就可能是导致这个芯片工作不正常 所以说导致这边这个电压低 对不起负载 那么我们现在就很简单了 我们既然能分析出是这块电阻的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就用万元表的这个二级管 然后检查这个二级管 检查这两个电阻 检查这块电阻 这个电容应该不会怀疑 因为这个电阻是摔的 因为这个电容不可能说摔坏 这种二级管和电阻就说不准 因为它这个是一种 就类似于这个玻璃这种材质的 它容易碎 那么我们来测一下 首先看一下这个电容上面还有没有电 还有点电 我们这一点只有十几伏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镊子来放一下电了 好 关键之后我们用这个 首先弄二级管挡 测量这个二级管是不是好的 不用看这边接电容的正极 这个二级管这段接电容的正极 那么这段肯定是二级管的负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压降是0.18 是正常的 反过来的话应该是截止的 正常的 那么我们就要查一下这两个电阻 这两个电阻是 100 它两个是并联关系 两个应该是并联关系 是并联关系 那么我们测量的话应该是5欧的阻值 我们用了这个电阻挡 我们用封门档也行 封门档测的话 它应该会响 5欧 这个它不响 我们来用电阻挡测一下看 看它是多少的阻值 50几K 那肯定不正常 50几K不正常 那么我们把这个电阻拆下来试一下看 这个直接用烙铁拆都可以了 我们再来测量一下看 我们测刚才拆电阻的这两个焊盘的位置 如果是50几K的话 说明这个就已经断路了 这个是5兆 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电阻 这个电阻是坏了 这个电阻是坏了 这个电阻是60几K的 那么这个也有点奇怪 它摔一下会把电阻阻值摔变大吗 这个又一个这种特殊的这种情况 以前没碰到过 但是这个电阻肯定不会认错 这是100的 而且这个电阻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个头的话 看的话 大家可以看 这是一个100的 100的 就100就是10欧 200是10欧 两个并点的话就是5欧 那么按这个位置的话 个头的话 应该是一个5的电阻 没错 它不会说是用个几K的电阻在这里 这是一个限流电阻 好 现在我们已经找出这两个电阻的问题了 那就好说了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的这期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也知道了 我就说怎么来分析这个电阻 把这个故障范围缩小到某一点 再去查出这个具体损坏的元件 那么下期视频 我们接着把这个是中电器 把这个电阻找两个换上去 这两个电阻 它是限流电阻的话 个头比较大 而且是100的这种贴片电阻 还不好找 也许要找这个插线电阻代替了 好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 接着讲这个电阻板 这就下个视频把它修复完成 好了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